首先得给大家说一下 所谓所说燕子三潮水这种轻功 它也是一种夸张 比喻就听起来神无其神 就我们说就像降龙十八掌 它真能降得了龙吗 即使真有这样的功夫 它也不可能降得了龙 你上哪找龙去 这种夸张的说法 历史上没有燕子门 而且也绝对没有像电视剧里展示那种轻功 达到那种登峰造极的程度 没有那样的轻功 那是艺术的夸张 那么燕子李三这个人 我们看在电视剧里头 他就是个一正一邪的人 他也劫富济贫 行侠仗义 周济贫苦百姓 可是也是吃喝嫖赌全战了 电视剧里也写到 他和日本人勾结 和这个伪政府勾结 后来又和这个共产党政府对抗 等等等等 就是说这是一个也正也邪 也行侠仗义 也坏事做尽这么个人 那么说真实的燕子李三是不是这样呢 听说你被打伤了 来看看 其实啊电视剧里这个燕子李三是组装出来的 怎么叫组装出来的 历史上曾经民国年间 以河北为中心这一带 流传过燕子李三的种种传说 甚至好多地方呢 得冒出了一二十个燕子李三 到什么程度呢 凡是那些无头的盗窃案 就是也找不着头绪了 这盗窃案 还偷的是高官显贵的 统一头归到燕子李三身上 都是他干的 而且有好多呢 大盗呢 顶着李三的名 一个是显望 再一个呢 掩饰自己真实身份 甚至当时的警察部门 只要是一有案子没破 就说这是李三干的 甚至把这些 偷到富豪高官人家这样的大案 统一叫李三犯案 就说李三犯案就指 盗窃案了 你说这李三当时名气都有多大 那么为什么我说电视剧李三是组装出来的 因为历史上相传这个李三不止一个人 电视剧里至少是把三四个 曾经真实出现的 哎 这类小偷大盗的形象 捏到一块 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剧里的李三 那么历史上组装样的李三的原材料 都有哪些大盗呢 那么历史上组装样的李三的原材料 都有哪些大盗呢 咱们一个个说 你就说老燕子李三 就是电视剧里的老李三 他主要的原型 这个人叫李洪 自景华 江湖都称他老李三 也叫李景华 这个李景华呢 是1895年生人 河北人 打小呢 穷人出身 为了活下去 小偷小梦 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民国时期后来 民不聊生 老百姓日子过得苦 那小偷小摸的穷人多了去了 这李景华小时候就东偷一下西偷一下了 但是他可不是没功夫 他曾经呢 拜过一个佛门的武功高手 这人叫石感当 而且石感当有个师弟 是五台山 那叫法会是个和尚 这个法会和尚 也教过他好多东西 所以咱们看那个电视剧 验了李三里边 那不是吗 有唐济和尚 其实这就是取材历史上真实的原型 那么这李景华呢 跟这些和尚啊 和佛门的武功高手 学了好多东西 咱们可以看看 当时李景华 偷的都什么人呢 他可不是普通老百姓 那门一踹就进去了 那不是 都是高官俱赋 那墙也高 身宅大院 所以偷这样的地方呢 你要没点本事不行 他确实有点 一语常人的本事 你比方说 能投从下 贴着墙 往下走 往上走 只要能有一点建立的地方 蹭蹭蹭 就过去 这个铁钩后边挤着绳 往前面一拽 不管搭到哪 蹭蹭就能爬过去 就他确实有这样的本事 后来他甚至把这个 洛阳警备司令部 那司令家他都给偷了 那偷的高官俱赋 不计其数 偷过好多人 好多大户人家的东西 比如说 偷过那个段祺瑞 后来还偷过呢 国务总理 潘府的东西 还有偷过呢 张宗昌的东西 这样的人物呢 他家里肯定是有好多的 就像警卫啦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看家的人 别的人根本就无法进去 但是因子李三就可以进去 而且来去自如 所以当时在这华北一带 名声大战 这李景华都知道他 而且其他的强盗也是 小偷 真偷的成功了 也学李景华 学的什么呢 李景华做完在现场呢 搁白纸扎个样子 往那一放 表示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咽了李三 因为这李景华在家里航三 就这么着咽了李三 咽了李三才叫响 警察局一听说 咽了李三那都头疼的不得了 哎呀 这个李三怎么怎么厉害 如何如何 一个星期抓到李三 抓不到李三 你就是李三 你 巨大 我们下边打掌呢 你问我 我要你干什么的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抓不到李三 你就是李三 你 你 你都瞅啥呢 走 快走 快走 抓烟子别走 好 你 你 谢谢大家